女人的手指突然不自然地弯曲 打字机就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 打出了一个弯 紧接着女人又问了几个问题 打字机都给出了相应的回答 直到她问到屋主的女儿 是否死于谋杀时 一个男人突然站起把灯打开 打断了这场仪式 还从烟囱里拽出一个青年 青年的蓝眼睛与灵媒的女助手 十分相似 显然她们有亲缘关系 刚才的诡异事件不过是 青年在控制机关罢了 而这个识破诡计的男人就是大名鼎鼎的 大侦探波洛 她原本已经退休 在威尼斯影局 甚至还找了个保镖专门为她摆平 那些来委托她调查案件的顾客 然而这天 保镖却将一个女人放了进来 女人声称自己是波洛的好友 为了证实还交给保镖一个苹果作为凭证 波洛果然把人放了进来 女人是一个名作家 当年波洛就是因为被她写进了书里 才开始声名大噪的 她这次来是因为遇到了一个灵媒 原本她也觉得灵媒都是骗子 但这次穷尽智慧也无法解释 那位灵媒的手段 所以女作家找到波洛 来破解这个疑云 当天晚上波洛就带着保镖 跟随女作家来到一个 据说受到诅咒的宅邸 这里正在为附近的孤儿举办万圣节派对 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在为孩子们讲述鬼故事 这个宅邸曾经是一个孤儿院 当时发生了一场瘟疫 医生和护士们逃跑了 还将孩子们锁在这里 挨饿呼喊挣扎 传说那些孩子如今仍然留在这个宅邸里 他们痛恨那些丢下自己的医生护士 所以想拉更多的孩子进入他们的联盟 留下儿童夙愿的记号 波洛不禁询问女作家 向孩子们讲述这样的故事 会不会不太合适 女作家回答 恐怖的故事让人生没那么可怕 讲完故事后孩子们就四散去玩耍 只有一个男孩安静地坐在壁炉旁 看爱伦坡的恐怖故事 管家小姐来邀请她加入别的孩子的游戏 却被礼貌拒绝了 男孩表示她更想去看看自己 不喜欢派对的父亲 她的父亲是 宅邸的女主人请来的医生 由于参与过战争 她患有严重的PTSD 精神状态实在称不上正常 男孩过来时她被吓了一条 脸色越发苍白 好在男孩的安抚很有用 她很快平复下来 管家小姐则来到女作家身边 称自己是女作家的粉丝 两人愉快地聊着天 很快波洛也过来坐到了旁边 一行人看到宅邸的女主人 正在安慰一个小女孩 女主人曾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 按理说应该十分富裕 却不知为何 住在这个有闹鬼传闻的房子里 波洛便随口问了问情况 女作家说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 向来没有好结果 女主人的女儿便是一年前 死于这个宅邸 今晚林梅就是来与这个女孩对话的 没过多久 就见身披黑袍头戴面具的林梅划船过来 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漂亮的女助手 一进来林梅就说 今天会非常令人伤心 这个宅子里全都是声音 还准确指出女儿的房间在三楼 女主人一听非常吃惊 看来这个林梅真的有几分本事 也就同意了林梅 在女儿房间举办仪式的想法 波洛和女作家正在楼上等着见林梅 一见面林梅就讥讽波洛不去探案 却来这里质疑她的名声 波洛说自己是受邀过来 了解她的占卜手法 绝不会相信她这种 欺骗脆弱者的投机分子 波洛相信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上帝 如果这个世界有上帝 就该有正义 秩序 就该是美好的 但在波洛的生涯里见过太多的苦难 所以上帝从来就不存在 就在他们说话的档口 大厅里巨大的吊灯突然坠落 吓得孩子们尖叫起来 万圣节派对被迫停止 孩子们也都回去了 大家来到女儿在三楼的房间 林梅一进来就拿起一个兔子玩偶 准确地说出了她的名字 女主人对她更加深信不疑 这时宅邸又迎来一位客人 她是女儿做厨师的前男友 目前已经和一个贵妇结婚 在纽约开了一个餐馆 但接到请帖说有女儿的消息 还是想过来看看 女主人却说从未给她发过请帖 不过来都来了 也就请她进来了 但是现在波罗揭发了林梅的手法 看来这只是一场骗局 众人还没来得及失望 林梅突然变得癫狂起来 她的椅子疯狂地转动 嘴里发出痛苦的嘶吼 平静下来之后 她的声音突然变了 变成了女儿的声音 难道真的是女儿上了她的身 她诉说着女儿是遭遇谋杀 屋外狂风大作 打自己也再次启动 一个人出现 Murder谋杀 结束之后波罗来到林梅这里 她仍然不信林梅是真的 拥有通灵能力 林梅却说起了自己的往事 她曾是一个战地护士 如果可以 她也不想听到这些声音 但是没有办法 所以她只能通过 为他们发声的方式 来停止痛苦 临走时 林梅还玩笑式地 给波罗披上自己的黑袍 戴上自己的面具 波罗也没有拒绝 穿着这身就出来观察宅邸 在大厅看到孩子们 玩叼苹果游戏 剩下的装置 波罗一时兴起 也凑上前去玩起叼苹果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黑衣的人 突然冲过来 将波罗死死按进水里 波罗逐渐窒息脱离 直到保镖赶到 才将她救下 而凶手早已消失不见 波罗一清醒过来 马上就想到 自己穿的是林梅的衣服 凶手的目标 可能并不是自己 然而还是晚了 只听女作家一声尖叫 众人纷纷来到现场 就见林梅已经被 艺术品雕像 贯穿了胸膛 保镖迅速找到电话报警 女主人则为波罗 端来一杯风力水 林梅的两位助手 窃窃私语 言语中 他们仿佛本来要 依靠林梅去一个地方 现在林梅不在了 他们只好自己上路 因为暴风雨 警方无法及时赶到 女管家不喜欢在这里过夜 马上就表示要走 波罗却飞快锁了大门 案件告破之前 谁也不能离开这里 波罗安排了一下事情之后 就开始调查 首先他询问了 女作家的不在场证明 确定为真后 就邀请他作为自己的助手 紧接着来到女主人这里 邀请他上天台聊天 这里是一片荒废的花园 他曾经会和女儿在这里采密 波罗问到他是如何 和林梅有联系的 女主人回答是 林梅主动发的信息 他叫出了女儿 曾经对女主人的昵称 而后又谈到了 女儿的前男友 曾经二人已经要订婚了 女主人将花园里的花 全部摘下作贺礼 谁知前男友只认钱 知道女主人 并没有他想象中富有之后 就和女儿分手 自那之后 女儿就精神状态急速下降 波罗又来到管家这里 管家曾经是一个修女 十分厌恶林梅巫女之类的人 林梅自杀时 他正和女主人一起 在音乐房里 当时他看过表 对时间十分确定 波罗又问他 既然不喜欢这种活动 也不喜欢在这里过夜 为什么要参加这个降临会 女管家说他 只想对一个人说出这些话 那个人不是波罗 紧接着波罗来到林梅尸体这里 医生正在验尸 但他似乎并不专业 没有注意到林梅手腕处的伤痕 也没有预估出正确的死亡时间 说到这里 他的情绪再次失控 幸好儿子及时赶到安抚 医生平静下来 说起自己因为PTSD 其实已经不再适合工作 但是女主人收留了他 和医生的对话结束后 波罗独自来到洗手间 水龙头莫名打不开 波罗不得不俯身看一下 再次抬头却在镜子里 看见自己背后 站着一个浑身湿透的女人 波罗大吃一惊 难道这世上真的有鬼吗 回头看时却什么也没有 水龙头也终于流出了水 只是水格外的汤 波罗赶紧关上了水龙头 出门就看见 医生的儿子正在等他 儿子说午夜时分 他和父亲正在厨房等女主人 所以又不在场证明 又提醒波罗水龙头没关 可是刚刚明明关上呀 心下诧异 波罗也只能暂时按下不表 继续调查林梅的两位助理 然而这两位虽然偷过林梅的钱 却不承认杀人 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 只想逃到纽约开始新生活 这之后 波罗突然听到了奇怪的童谣 其他人都没有听到 波罗寻声来到女儿的房间 居然看见一个小女孩 他问女孩有没有看见女儿被杀 女孩点点头 波罗正想再问 就被女作家叫住 再回头女孩已经不见了 女作家还说从没看见什么女孩 波罗来到楼下 因为暴雨的冲刷房子底部有奇怪的声音 波罗因此判断出这里有地下室 掀开一幅奇怪的话 果然发现一个密道 众人来到地下 这里有大量的尸骸和破旧玩偶 看来传说是真的 看到这一切医生情绪再次失控 甚至和前男友打了起来 回来后女主人便将隔音的音乐房 留给医生休息 交给了波罗 波罗来到厨房 管家正在帮前男友清洗伤口 还帮他拿了罐蜂蜜敷伤口 作为厨师的前男友一下就闻出 这不是正常的蜂蜜 但也不觉有什么问题 在掏手卷时他口袋里不小心 调出半张照片 波罗捡起一看 原来是女儿的 看来这个前男友并不像 女主人说的一样 眼里只有钱 波罗在这里听到了另一版故事 前男友并没有抛弃女儿 相反是女主人离不开女儿 所以硬生生拆散了他们 波罗拿到前男友的邀请函 却看出了其他的问题 他将女作家和保镖叫到一起 向女作家说 这个邀请函是你寄给前男友的吧 这一切原本都是你们的阴谋 保镖也并不无辜 他显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不然怎么会一下就找到 放的叫隐蔽的电话报警 原来他就是女儿死亡时负责调查的警察 一年来一直想找出真相 他与想制造话题再度翻红的女作家 和想要成名的林梅一拍即合 搞出了一个降临会 关于女儿的那些信息 都是保镖透露给林梅的 保镖和女作家承认了这些 但是表示林梅确实不是他们杀的 他们没有动机 这时再度有消息传来 医生死了 他一个人在音乐房 唯一的钥匙在波罗手里 波罗又一直和其他人在一起 显然这是一桩密室杀人案 大家聚在一起议论纷纷 管家也终于吐露了自己留下的原因 当初他见女主人照顾女儿十分辛苦 主动表示要帮他照看一晚 有奇怪的声音传来 他就去看了看 谁知就离开这么一小会儿 女儿就已经落入湍急的水流之中 去世了 波罗拿起旁边女儿小时候的照片一看 心下一惊 这不就是刚刚遇见的那个小女孩吗 来到女儿的房间 镜子和杯子突然无故破碎 波罗俯身收拾 却看到了另一半的前男友的照片 很明显这两位一直是相爱的 波罗终于想清楚了种种谜团 他来到楼下将大家聚集起来 宣布多起案件的凶手就是 女主人 众人都很吃惊 女主人也连连辩解 但波罗并不听他胡扯 讲述起了这一切的经过 女主人无法接受女儿有爱人 还想离开自己 于是用自己所种的花的蜂蜜将她控制住 这种花叫做黑海独鹃 蜂蜜有让人虚弱发烧产生幻觉的功能 食用过量就会致死 波罗今天频频见鬼也是因为 女主人在他的茶里放了这种蜂蜜 女儿去世那天管家因为不知内情放多了蜂蜜 当女主人赶到时女儿已经死亡 于是女主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所作所为 将女儿伪装成被儿童夙愿所害的样子 又丢进河里随后她收到了恐吓信 以此事件要挟她给出大笔钱财 她害怕极了 分析出两个可能给她寄了恐吓信的人 极灵梅和医生 所以她和管家约在音乐房见面 那里能够隔音 管家听不到钟响 她就可以利用条闹钟的办法伪造不在场证明 再去杀灵梅 而医生的死亡也不需要进入房内 只要用内线电话打给医生 用儿子威胁她 就可以让她乖乖自杀 女主人听完自觉便无可辩 跑到阳台大喊自己绝不能逝去女儿 这时雷声大作 女儿的身影在她身后浮现 波罗还来不及反应 女主人就被女儿的身影拉出栏杆 掉入冰凉的河水 和女儿有了相同的结局 故事也迎来了最后一个反转 既恐吓信的人既不是灵梅也不是医生 而是医生的儿子 这个早熟又喜欢恐怖故事的小子 从自己父亲的笔记中推测出了事情的真相 因为父亲情绪一直不稳 他担心总有一天会失去收入 于是就想用这样的办法拿到一笔钱补贴家用 故事的最后 男孩被管家收养 和灵梅的两个助理一起踏上了 去纽约的路程 这笔钱将会支持他们接下来的生活 女作家有了素材 打算回去构思她的新书 波罗也再度出山承接案件委托 至于冤魂是否真的存在 又有谁知道呢